刚刚讲到这个亵渎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只有这样罪是不可赦免的 就是亵渎圣灵的罪 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呢 如果我们看了西伯来书 西伯来书的第十章 有一句话叫我们很害怕 就是十章的第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十章的第二十六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记就再没有了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就是我们得知真道 我们信主就是得知真道 那么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记就再没有了 所以这句话我们很害怕 今天我们虽然信主 可是你知道我也知道 我们常常不但是无故犯罪 又也是故意犯罪 那赎罪记就再没有了 黑字白字呢 是写得这么清楚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就是来到 来到问题了 这里得知真道 故意犯罪 是犯什么罪呢 结晶一定要看上下文 他说这种人 唯有惧怕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中敌人的烈火 这种人 只有跟敌人一样的烈火的结局 他说人干犯 接下去二十八节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所以摩西的律法 是由 照着希伯来书说 是天使传的 如果人不接受了 尚且要不得连续而死 所以希伯来书在前面说 若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怎么能逃罪呢 那怎么需要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呢 二十九节就解释了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业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 是怎样的加重呢 所以这里讲 所以这里讲 泄满施恩的圣灵 其实也就是 亵渎圣灵了 但什么情况 亵渎圣灵 就是 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业的血 当作平常 对 读这段圣经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答案了 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 你会有两个答案 第一 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 这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对他们原有的约 原有的是非常地珍惜 他们的礼仪 他们的祭司的制度 他们的宪制 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重要 那么 他们过去献的 就是 祭司替他们献羊 或这个牛犊的血 所以他们是在 对这样的一个礼仪 对这样的一个献祭制度 是这样眷恋 眷恋的不得了 所以在初代的 教会当中 犹太人的基督徒 所以教会成立不久 他们就说 要回到旧约 来守歌礼 所以保罗跟他们 距离力争争辩 你看 他争辩到保罗 必须在加拉太书那边 讲一句 我们看那句是粗话 但他讲出来了 所以 保罗为什么做监狼 其实不是罗马人 因为他传福音 把他关在监里面 是犹太人陷害他 因为犹太人要倒回去 是做基督徒很好 洗礼很好 但歌礼也可以 不然两个礼一起来 两重保护 比一重保护好 所以他们很想回去旧约的 让大家明白 保罗那时候是 我们可以想象 他真的是气得不得了 所以你说圣经是圣灵感动的 怎么一句粗话出来呢 圣经没有错是圣灵感动的 圣灵感动是有机式的感动 也借用人当时的情境 人的智慧 人的学问 或者人的那一个情况 比方说他是 可能他是一个粗俗的人 他讲话粗俗 神也使用了 所以在第五章 那些人一直说 要割礼要割礼 所以在五章十一节 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 他这么说 弟兄们 我们人就传割礼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就没有了 意思我们可以妥协啦 为什么我们还受逼迫 可是不是的 所以他怎么说 十二节 恨不得那 搅乱你们的人 那搅乱你们的人 那些一直要说 要受割礼的人 恨不得那 要你们割礼的人 把自己割掘啦 I wish that they will go all the way and emasculate themselves 你可能不明白 Maybe you don't understand 我当时割掘啊 在这里割掘是很 可以说是很粗俗的话 The word here emasculate is a very cruel word 很难讲 It's hard to say啦 就是粗俗的话 你们要割礼 不如割掘吧 So go and cut yourself off 为什么 我们看见当时 这些的犹太人 是何等的眷恋 他们的这个旧的东西 So you look at the Jews at the time how they want to hold fast cling on to their old traditions 所以当西伯来书作者 对他们说 So when the author of Hebrews saw them 当新约来的旧约就 见旧见衰 归于无有 When the new testament comes the old testament becomes aging obsolete and soon disappear 我们回到西伯来书 八章十八节 You look at 八章十三节 Chapter 8 verse 13 of Hebos 西伯来书八章十三节 Chapter 8 verse 13 西伯来书是一本 我新年时代读的时候 觉得这本书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写给西伯来人 今天才知道 这本书很重要 It's a book When I read in my younger days I felt that why What's the use of it It's written to the Hebrews But now I felt it's so important to us 因为今天也是有一批人 一直要回去旧约 Because there's a group of people who insisted on going back to the old testament 要守安息日 to observe the Sabbath day 要像旧约这样敬拜 跳舞 吹脚 敲锣打鼓 像旧约的这样敬拜 要回去旧约 Going back to the old testament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worship by dancing by banners and blowing over the horns 有些人还要 守圣餐 还要守这个 一月节的 要过一月节的晚餐 守一月节的礼 There are some others who want to observe the Passover meal as well as a holy communion 当然啊 如果我们要体验一下 那没有错 Of course he want to have an experience something wrong 但是如果说 我们今天已经守了 这个一月节的礼 圣餐就不需要了 But if he were to say well we have the Passover meal so we don't have holy communion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来了 This is a question 所以西伯来书 就一直告诉我们 So the book of Hebrews Keep on telling us 8章13 8章13 怎么说呢 8章13 据说新约 就以前约为旧了 By calling this covenant new He has made the first one Obsical 大家读 那最后两句话 但那见旧 见衰的 就必快归无有了 所以旧约的礼 So all the Old Testament rituals 请注意 不是所有的旧约的教导 没有了 不是 Take note It's not all the teachings of the Old Testament are gone 旧约的礼 The rituals of the Old Testament 聖祭 聖祭 安息 这个节期 Festivants 这些旧约的 All the Old Testament things 属于礼仪的 属于献祭的 属于敬拜的 Concerning worship sacrifices and rituals 见衰 归于无有 Aging Obsolate and soon to disappear 所以来到第十章的时候 So when you come to chapter 10 就是这些 这些 希伯来人 这些犹太人 他们还见脸那些 旧的礼 他们还是要借用 山羊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牛犊的穴 保罗跟他们说 耶稣的穴 超越这一切了 耶稣的献祭 超越这一切了 可是他们仍然要 用山羊 跟牛犊的血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十章二十九节 叫做 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 成圣之业的血 当作平常 你们不接受 耶稣的血 你继续接受 山羊 跟牛犊的血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 献毒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么样的加重 所以第二十六节 得知真道以后 故意犯罪 除罪记 没有了 不是指责你跟我 不是指责我们 主做那些犹太人 知道耶稣 耶稣是新约的中宝 耶稣所献的记 比亚伦所献的记 更美 那些犯罪 耶稣超越天使 超越先知 超越摩西 超越亚伦的记事 所以耶稣带来的 更美之约 祂是更美之约的中宝 犹太人不接受 他如果是祭司的话 他应该是立位之派 但是 他是犹大之派 犹大之派 从来没有出祭司的 希伯人书作者怎么回答 他不是造作亚伦的记事制度的 他是造作买基 喜德的记事等次 非常有能力地来 拨斥这些犹太人 但是这些犹太人 死性不改 仍然见念 得知真道以后 仍然见念 他们原有的 是不以犯罪 不以犯罪 不以拒绝 不以拒绝 耶稣的救恩 不以回去 那旧约已经被废弃的礼 怎么样被废弃呢 因为旧约 基伯来书说 那是影子 那么影子就是 实体来了 影子就怎么样 影子就无效 就没有用了 但是 犹太人 这些就业的 这些人又要抓住影子了 所以赎罪的记忆 就再也没有了 是指责他们 不是指责我们 这是第一个 亵渎圣灵的意义 第二个亵渎圣灵的意义呢 第二个亵渎圣灵的意义呢 就是指责我们 今天你听到福音 很清楚了 他心里也有感动 想信主了 当然我们知道 神在万苦之前 已经拣选了 可是没有人知道 神是不是拣选他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神是不是拣选我 所以每个人必须用 他自己 神给他的主权 神给他的自由意志 来决定他 要不要信主 神是不是拣选他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没有 而我们听到了福音以后 我们心里感动 我们心里感动 那么我们怎么样 我们举手 其实当我们举手的时候 其实 你不要以为是你选择耶稣 万古以前 神已经拣选了你了 今天才能举手了 不明白以后我们再讲 这个就是 同时 神的主权 跟自由意志 能够同时存在的 一个原因 一个人 他用他的自由意志 他不接受 如果有一本书 可以给我们查神的拣选 如果有一本书 可以给我们查神的拣选 原来神万古以前 已经放弃他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继续用 他自己的主权 来决定 所以当你可能 就这样我不接受耶稣 他听清楚了 他不信主 这个就是 圣灵已经感动他了 但是 他最后用他的主权拒绝 我们刚才说 其实是神老早就没有拣选他 像这样一个拒绝 就是亵渎圣灵 圣灵已经感动他了 他应该信了 但他不信 然后他不信 所以亵渎圣灵 这是一件不可赦免的罪 这是第二种情况 所以你会犯亵渎圣灵的罪吗 会吗 不会的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你看这个人 圣灵工作之后 他疯疯癫癫 他又哭又笑 你怎么样说 你可以告诉他说 你是疯癫的 这不是圣灵的工作 不要乱讲 你怕不怕 亵渎圣灵 不会的 所有已经信主的人 你肯定重生得救的话 你不会亵渎圣灵的 你会永远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因为不懂得这个真理 其实教会中有一些人 随便说他们是圣灵感动 其实他们是为追求自己的荣耀 他们为追求自己的权并利益 他们说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感动 那我们不敢指责他们 因为我们怕亵渎圣灵 最终不得救 我再说一次 已经信主 蒙恩信主 重生得救的人 不可能再犯 亵渎圣灵的罪了 这些罪 我刚才说的第一是 犹太人他们 不要接受耶稣的罪 他们也要接受 这个动物的罪 所以践踏神的儿子 把祂利益之谢 当作平常 所以赎罪记载没有 他们协读圣灵 第二就指着我们当中 当然我们当中不会了 在一个布道会当中 或者在外面 来来往往的人当中 有些我们向他们传福音 或者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当中 有些人我们从第一天 知道他 就跟他传福音 但他应心应到底 拒绝了 圣灵曾经感动过他 可是他还是拒绝了 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 这件不可赦免的罪 这个罪就不能改变 他的心 所以主联明 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好了 罪的宇宙性 the universality of sin 就是包括整个宇宙的 人是天生有罪的 因此不能看为 模仿的结果 所以罪是宇宙性的 是世界性的 所以你看到 当然我们看到世界性 人穿衣服就是罪的 罪的象征 对不对 犯罪以后才穿衣服的嘛 所以整个 这是罪的宇宙性 当然 人是天生有罪的 因此不能够说 是模仿的结果 婴儿也是有罪的 刚才我说 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字节 我们说看到婴儿的罪 可在五章 也看到 这个原罪得到赦免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需要对这段圣经 做一个解释 给大家心里平安 解释罗马书五章 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它可以解成为 普世得救的 但是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看罗马书五章 这里说 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你们跳着读十四节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泉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 要来自的意向 就是亚当是人类的代表 所以亚当一犯罪 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人 也都在罪的前下了 就是全人类都犯罪了 十五节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为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犯了罪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以那基督耶稣 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 临到众人吗 所以这个众人 就是全世界的众人 所以这个过犯不如恩赐 所以耶稣一根的恩典 带来的恩典 也就临到众人 耶稣在十四加上的救恩 就临到众人 这样众人就得救了嘛 如果这样的解释 太危险了 什么解释呢 原来是的 十五节这个众人 十五节前面这个众人 都是全人类的众人 所以我们相信 这个严罪 这个亚当的罪 就临到全人类的众人 但是因为 我们不与亚当犯一样的过错 也是被迁在罪中 过犯不如恩赐 而恩赐比过犯更大 所以神的恩赐 因为耶稣一个人 为我们全人类赎罪了 这样的话 全人类的众人 原罪就得到赦免 如果你小心看是这样 这样的 原罪都得到赦免 所以就回到启示录二十二 二十章 就这边只有审判人的罪 本罪没有审判原罪 这样全人类就得救了嘛 不许的 十六章以后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乃有许多过犯而成义 你其节很重要很重要 当圣经里的 是你的 你一定把它画出来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 又门所赐之意的 岂不要跟耶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十七节就讲到 耶稣一个人 带来的恩典 那么继续会临到谁呢 就是那些受红恩 又门所赐之意的 所以受红恩又门所赐之意 请问是主动还是被动 被动是不是 受红恩蒙所赐之意的 所以必须是受红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也就是必须是神所拣选的 十七节以后的众人 就不是全人类的众人 是受红恩 是受红恩 蒙所赐之意的众人 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地谈到后面 其实后面也提到了 原罪跟本罪的问题 各位如果您在研究 继续地研究圣经 你们可以对这一段 继续地做深入的探导 十七节以前 五章十七节以前的众人 是全人类的众人 所以我们说 婴孩 那些不分辨 左右手的婴孩 我们相信 这个相信不是因为 我们自己看 是我们从圣经来看 这些婴孩是得救的 在全世界地方 有很多杀婴的事情 不只是文明社会 还是不太文明的社会 都有杀婴的情形 有些等婴孩生出来了 才杀 有些在肚子中 就把他杀掉 这些婴孩到哪里去 异教就为婴灵 这些叫做婴 婴孩的灵魂 异教就为婴灵超度 基督徒要知道 这些婴孩到哪里去 从五章十二到十六节 我们肯定 神知道这些婴孩 他们有缘罪吗 他们有缘罪吗 谁替他们担当缘罪 你读这段圣经 主耶稣替他们担当了缘罪 所以我们的观点是 从圣经看出的观点是 这些婴孩是得救的 所以各位当中 如果曾经因为我们 当时非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不明白真理 我们有人堕胎 我们就知道 这些婴孩是神 也是神所爱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从圣经 看出来的观点 但是教会有人 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们说基督徒的 家庭的婴孩得救 非基督徒不得救 但这段圣经 似乎没有带出 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承认婴孩 我们知道婴孩是有罪的 但是因为他们 没有选择 他们没有跟亚当犯一样 对他们也有罪 他们也不能选择 也不必选择 就得到主耶稣的 这一个赦罪的恩典 赦罪 赦罪这个原罪的恩典 在我们长大了以后 我们有原罪吗 有 我在问 我们有原罪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罪 已经得到主耶稣的赦免了 所以当审判的时候 你看看 我们看到只有审判 因为我们所行的 这个是今天 我们所能够讲的 这个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今天 看到别人的赦兴